在今世界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 高层有吹风 人民币将升值这样的一个消息 引发市场的极度关注 那么未来在结算体系 会不会真正形成 人民币和美元的两大对垒呢 那么其他的经济体 又要怎样来面对这样的情况 而另一方面 美股的泡沫风险 继续是引发我们投资者的担忧 而中美两国各家将会怎样 来面对自身的通胀问题 确保民生的稳定 更多的信息 我们现在立即连线 会委国际投资总监 徐伟华先生来为我们解读 许先生你好 嗨 主持人你好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 就是虽然中国人民银行 也就央行试图说 透过设定偏弱的 每日中间价来控制人民币的涨势 但是近代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也是在近期升至了18年以来最强 人行的金融研究所所长 在近期的演说中 他透露说 中国最终可能是得放弃 控制汇率才能实现 人民币的国际化 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过去的20多年以来 近30年时间 人民币一直都是采取 盯住美元的方式 如果说我们真正是实现了 人民币国际化这样的目标 来去用自己的这个货币 来进行结算的这样一个制度的话 你觉得中美两国 未来在货币竞争这一块 会呈现出一个怎样的格局 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那么这一些改变将会为 全球的金融市场和不同的经济体 带来哪一些影响或者改变呢 首先我们知道 这个央行研究所讲到的 这个所谓说放弃对人民币的控制 我们认为肯定是有口误的 首先中国并没有说 对人民币进行一个 非常人媒性的调控 那么货币作为一个集中资产 本身价格就会产生波动 人民币虽然说有一个中间指导价 但是总体走势 还是响应市场的供需关系的 我们看到人民币最近涨势 涨势是比较多相对于美元 那么其实这个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美联储的现在这个政策 是非常混乱 那么包括对就业指教 包括对通胀的一系列的考量 都让人大失所望 那么造成说美元在全球 现在是出现一个信任方面 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当然还不至于导致说 美元出现信任危机 但是现在美国的这个 随时宣布的大规模刺激计划 动辄几万亿 而且美联储每月1200亿 美元的购债计划也是从未停歇 造成说股市的套墓现在越吃越大 造成说现在美国的通货膨胀情况 是非常的恶劣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人民币出现升值 肯定也是一个市场的反应 那么另一方面 讲到说人民币和美元的竞争 我们认为实际上这个中美两国 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 那么本身的这个GDP的总量 以及说金融贸易的总量 都是在世界盘前两列的 那么自然而然这两个货币 就会成为说世界上流通的 两大主要货币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流通的货币的 主要一个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 就是说这个政治经济的影响 包括军事的实力 这个方面美国是一致独秀 在全球是独大的 那么所以说这也是造成说 美元结算全部是用 石油结算全部是用美元 它也造成说这个欧元 欧元为首的 以美国盟友的这样一些货币 也是占了一些主流的地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人民币现在占的这个比重 还是非常小的 但是随着中国这个经济体系的 这个规模越来越庞大 而且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交流 对外金融交流的这个 程度越来越放开 我们相信人民币肯定会成为 寄美元之后的第二大主流货币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 人民币走向世界化 纯粹化 这是一个必然的进程 那么我们认为呢 第一步呢可能是在中国和 在香港呢可能会继续放开 人民币的这样一些资产 那么随着中国对这个国内市场的开放 随着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呢 更多的这个投资流向中国 以及中国的资金向全世界的话 人民币在世界的比重会应该变得更大 而反观美国方面 我们看到美国最近 敲水基金的达利奥也有讲到说 实际上相对于美国的国债 它宁愿持有比 虽然和比特币是一个非常投机的成本 那充分说明其实就是说 在美元现在这个情况下 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 劣币化的这样一个进程 所以说投资者对美元的担忧 才是说造成其他任何其他货币 开始做强烈的专门原因 那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 市场很关注说 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 它也是为股市说带来了很多的热钱 而随着这个美股 随之而来的就是美股的这个泡沫风险 也成为了大家最担心的一环 一直都在讨论会不会破掉 或者什么时候会有问题 那您怎么来看当前的这样一种 打出来的繁荣景象 而且对于说泡沫的这种发展 那么市场是有怎样的观点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市场 对这个美股出现泡沫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那么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大家都认为这个美股的泡沫 还是相当大的 但是这个泡沫实际上 什么时候会公盘呢 现在是没有人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最终支撑泡沫的这样一个 最根本的因素 是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 那么在出现疫情之后 在2020年曾经出现一轮暴跌 但随即联储又加码 进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此外美国也出台了一系列的 动辄上万亿的经济次第计划 造成说股市现在并没有出现 大幅的下挫 但现在市场普遍认为 美股的泡沫还是在越吹越大过程 而且这个风险也是在越积累越高 那么随时可以说 会出现一个非常快速 或者说非常剧烈的下跌情况 但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现在市场还在也没有人知道 它俩还在观望之中 那么我们知道呢 其实根据美股的适应率指标 包括之前我们有讲过的 这个席勒的这个指标来讲的话 10年周期适应率来看的话 实际上这个是早已经达到了 前几次的泡沫的这样一个水平 那每次前几次这个 开适应的披抵的达到这个顶峰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挫 出现一个经济危机 这次肯定也不例外 但是在这个放置于10年 或者说20年30年这个过程中来看呢 这个美股的泡沫崩溃 多来早几个月 或者晚来早几个月 可能都是在历史上 都是惊鸿一些很快的时间 包括现在股市的这个波动 可能现在涨到5%涨到4% 但是下跌起来也会非常的快 那么这关于这个美股的泡沫呢 我们知道之前其实市场 一直在讲几方面的话题 第一个就是之前讲过 SPAC这方面是出现了 巨大的投机泡沫 曾经造成说股市的风险投机因素有所下降 股市出现了一些调整 那随后呢就讲到说 这个对美国通胀的这样一些担忧 但这个是在美联储出来 多次澄清通胀是暂时之后 也是又出现了一些缓解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 美股的这些主要的股票 比如说以这个科技物里面的这个Tesla Tesla占权率非常大的话 它实际上已经从高位下跌了不少 那么包括美国纳斯达克 前一段时间下跌之后呢 最近在回涨的过程中 能否找到之前的高点也不一定 所以从现在来看 我们以为泡沫的这个情况 已经是出现一个难以为继的现象 所以美联储这个每个月的购债 不继续加码 恐怕这个泡沫是很难维持 继续膨胀下去的 所以我们以为现在这个 从一股市来讲的这个下跌风险 现在是非常大的 确实啊 投资者 现在来说一定要提起这个精神 好好的来关注自己在美股 这一块的布局了 再来看到公司方面的消息 摩根大通日前也表示 MSI全球股指 可能会于夏季出现10%的回调 那么您会觉得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是有多大如何解读 它确定在这样一个区间 那么如果真的是预计这样 您会给保守和激进型的投资者呢 分别怎么样的一些投资建议 或者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 有一些部署或者调整 首先我们知道 MSI世界股票指数的 出现一个10%的回调 我们认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正常的一个判断 因为股市的这个MSI的波动 在10%来看 并不是一个几倍标准差之外的 罕见现象 可能也会经常地发生 我们看到现在股市的 随着股市的固执越来越高 越来越依仗于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么股市的波动 那么你必然会下降 所以10%的这样一个下跌 或者是10%的一个上涨 很有可能在经济危机来临之间 出现变成一个股市的常态 那么对于说这个新兴市场的股票 我们知道新兴市场 受几方面的因素影响 一方面新兴市场的股票 会跟随美国的这样一些股市 如果美国股市显示出 很好的风险偏好 往往新兴市场的股票也会上涨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 很多新兴市场的经济 是依赖于大宗商品 那么最近随着对通货膨胀的升温 通货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非常快 所以至于造成说新兴市场 它也会受到一些披震 但是一旦说出现一些经济危机 或者说央行开始收紧一些货币政策 这些大宗商品势力会出现 一个很大的回调 那么所以MNCI出现10%的回调 这样一个论调 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说法 也不至为奇 至于投资来看的话 我们首先看到现在 其实各国的国债收益率都相当地低 很多国债的收益率 现在已经达到了负值 反观在市场上还是有很多的股票 这个股息率拍发率还是相当高的 不管是在MNCI的这样一个权重股里面 还是包括说在亚洲 或者在香港的一些股票里面 那个收息率达到7% 6%左右 8%左右的股票 还都是有的 而且这些公司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现金领非常稳健的公司 那么作为保守的投资者 我们也可以考量一些 这些收息类的股票 那么至于进取类的投资者 我们认为现在央行很有可能 对通胀可能不能下动手来控制 以及造成通货膨胀会持续一段时间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我们认为大宗商品的价格 恐怕还是会上涨 那么说投资一些有关于 比如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以及得益于通胀 继续持续下去的这些公司的股票 大家也就值得关注 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市场对于政界 还有政界 表现出来就是对于通胀的这个担忧 非常的就是还有一个持续 那么美联储却表态说 自90年代来 一直是让通胀保持温和 并不担心说通胀会出现一个爆发 那么如果说疫情之后的经济运营模式 与之前的大象征庭的话 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 你觉得会有哪一些挑战 或者说是风险 值得我们非常的去注意 然后来调整自己的资产配置呢 首先关于通胀这块 我们知道美联储一日出来讲说 这个通胀不是一个问题 就包括在昨天晚上 我们看到美联储的理事 布萊纳也出来讲到说 现在美国这个通胀问题 主要是以美国经济重新开放 供应链出现瓶颈 造成说有通胀的压力 那么这样一个平静的压力 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得到缓解 这个主要原因是经济重启造成的 那么实际上这样一个说法 是把这个通胀完全归修 归修于美国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 但实际上推动通货膨胀 最主要因素是美联储的这样一个政策 以及美国财政部毫无节制的 大财政资金计划 这个在美国政府方面和美联储方面 都不愿意承认 但是所以说我们认为通胀 很有可能不是暂时的 当然现在美联储的一个 基本的观点是说 通胀可能会加剧在未来几个月 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这个是他们已经是预料好了 但是他们认为了 这个是一个暂时的因素 很有可能会在年底的话 会出现反转 这是第一个论调 第二个论调 美联储也试图安慰市场说 即使说到年底 通胀还是持续上升 通胀还是一个 比较加速上升的过程 那么美联储也是有办法的应对 那么办法可能是说 包括减债 包括加息等等 至于说这些办法 是否对股市 或者说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 他们认为这是第三层的问题 那么现在还完全不到考虑的时候 另外一方面就是 美联储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即使到时候 通胀可能开始出现一些 不受控的情况 美联储出现一些加息 或者收水的这样一个措施 可能到时候经济增长得非常强劲 那么对经济影响也非常的小 所以说美联储 其实是为自己找了很多的理由 去充分说明说 现在继续保持一个宽充的货币政策 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仅具降来如果说通胀失控 还是可以控制的 另外一个就还有说 美国经济增长的这个强劲适动 可以会持续下去的 其实美联储是找了很大的 这三个假设 三个假设 认为说现在通胀不是一个问题 但市场看到的现象 确实是通胀现在在大幅超过目标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 对长期通胀的预期产生了影响 至于美联储是否有工具 或者有经验 有能力将通胀控制 以及倒回到远远的目标 我们现在看来市场还在观察 那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大热话题 就是加密货币 近期也是波动很大 市场普遍认为说是暴跌 就跟中美两国宣布 要加强监管有关系 但是市场上还有一种声音 就是觉得在通胀担忧之下 对财政刺激措施 感到担忧的这些投资者 会将比特币视为一种对冲手段 就好像这个Bridgewater 它的创始人瑞达琉也说了 你在现在通胀的环境下 持有现金是没有用的 那你配置一些这种 就是数字货币 它是一个对冲风险的方式 那么为什么市场上 会有这么两极的声音 这波狂蟹 预示着加密货币的狂潮 会不会说走到尽头了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有那个实力 和能力去跟监管来进行一个对抗 你觉得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达利尔实际上是讲到说 它对这个债券 相对于债券和加密货币 它很宁愿去加密货币 那么它一直讲了 对债券的投资会变得非常愚蠢 因为现在的回报率 远远跟不上通胀 而且美联储已经把这个债务货币化 但是它在讲这个话的过程中 我们知道桥水基金很大一部分资产还是债券 另外一部分很大一部分它的操作策略 是做一个Hedging的这样一个策略 可能就是有一些资产价格上涨 有一些资产价格下跌 那么它从中赚取这些差价 以及市场的这个 不理性的这个价格波动 所以说对桥水来讲 并不存在说单一的追求哪一方面的回报 而关于这个比特币呢 达利奥是讲到说 他自己会持有一些 他自己已经持有了一些比特币 具体的规模没有透露 但实际上我们也认为了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就是因为自己持有了 达利奥肯定会讲到比特币 这样一个相对于债券来讲 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但是从具体的投资角度来看 或者说从资产配置角度来看 我们认为比特币是完全不就被 资产配置的价值的 那么它如果是在早期投入比特币 那么因为比特币确实是一个 在现在英识而生的一个巨大 有一个巨大的泡沫 那么如果你早期投入比特币的话 可能在里面会取得一个 巨大的投机收益 但是当已经全民都知道比特币 所有投资者都在讨论 与市场都在关注比特币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想通过比特币 获取这个投资的价值 我们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那么现在比特币唯一的价值 就是它是一个投机的一个标的 那么就像Casino一样 就是说它上下波动非常的剧烈 那么在其中呢 如果你投机得好 可能会产生一些价值 那另外包括一些机构投资者 通过管理这个比特币的基金 或者说通过了比特币之间的 风险套利交易赚取差价 或者是赚取这个市场 市场这个没有无效性里面的一些价值 那么这个也是对他们来讲 比特币是创造的价值 但是对于一般投资者 只是单纯的考虑比特币上涨 或者下跌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认为现在已经很难取得 投资的收益 投机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 那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呢 比特币现在已经沦为一个风险的偏好的 这样一个标杆 我们看到如果比特币上涨非常剧烈 说明市场的风险偏好很高的话 股市也会流亡跟着上涨 尤其是高比特股票 当比特币下跌比较快的话 市场会倾向于说避险 那风险偏好急剧萎 股票也会出现下跌 所以说比特币现在已经变成了 一个市场风险的指标 那么至于说比特币本身的 这样一个价格的波动 我们认为随着这个 随着这个监管的越来越严格 随着这个股票的市场 将来出现一个回调的时候 比特币的这个风险 从它会变得更加的大 如果只是单纯以绝对价格来看 比特币实际上可以交易在任何价格 如果说在这个市场极度的情况下 比特币再上两个时代也有可能 但是在市场极度风险偏好差的情况下 比特币重新跌个时代也是完全有可能 所以在这个角度考虑的 并不存在说把这个资产配置 放到一部分放到比特币上进行对冲 因为实际上比特币的 完全不具有对冲的价值 因为比特币是一个高度未知的 这样一个投机工具 长期来看的话 投资比特币你就要做好 损失所有本金的准备 当然你也可以考虑说 在里面赚取一些投机的回报 所以我们认为比特币 是这样一个投机的标的 而不是一个可以做一些配置 或者投机的一个标的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许先生为我们带来了 非常详细并且独特的见解 感谢许先生这一段时间 为我们带来的解读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